我先講喔,如果你們以後有課有缺的,對不對 我在Youtube上面,我認真講 Youtube上面都有我們那個瀏覽清單 它有個清單叫全方位2020 你直接點進去 從第一堂課到最後一堂課都沒有 都沒有少,一堂都沒有少 都沒有人看 對 最近發現一件事,就是我有一堂 其中一堂課,忘記哪一堂 最近呢,好像上個禮拜上上個禮拜 有錄一堂課,有十六個人看 超詭異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人吧 所以到底是誰 現在F5 小經理 對啊,好詭異喔 我跟你講,我沒有辦法 去管制設計是哪一科 就看過我自己也沒辦法 最近有人發生什麼POL 想要做好,然後一堂就免費上次課 很好的喔 我跟你講 曾經有一個,之前有無教明詩 我就不說是誰 他被PO到那個 NEXT VIDEO 那個黑店網站上面去 維基噴,自己上網查 去查你黑店網站 然後無教明詩 你就會發現他在那邊寫超刺激 然後點進去,維基噴 整個慾望就直接 直接歸零 真的啊 現在去查,覺得還查不到 男性朋友有興趣的,可以大家去查一下 你就打胡教明詩維基噴 再查一次 絕對 絕對會出現那個老師 不是鐵龍對鐵龍 真的啊 真的啊 我們在上課之前 我們要先證一個,我們這邊有證的 數學規納法 其實數學規納法還有講他的概念 就像你推骨牌一樣 前面第一個成立 然後假設第K的 可以推到N從K 可以推到K加於 這個全部都成立 可以嗎 那他就一直不斷推下去 然後你在數學規納法使用時 就是要正整數 這是我們之前講的 然後那個下面的範例行為 因為6.9月的範例行為比較難 所以我這樣說 心理要正 我們先上記錄 結果上記錄上個像文歌就忘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回來囉 來,第6.9頁 快點吃了 要算回來 來,第6.9頁 我們講一下數規的範例行為 這一題 我覺得考出來的機會真的是 回乎其為其 不見經理 但是他有數規的一些精神 我們可以簡單的來看一下這一題 好不好 這一題真的不會考 我在講一次,這題真的不會考 他數規的概念就 他在6.9頁 他說沒有寫 你起來也沒有 欸不是 我問這個問題 你也先看一下我的鞋子 翻光啦 好反光喔 要不要坐前面一點 不要 還可以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又是9 喔 沒事啊 有沒有這個耶穌圖 沒事啊 OK 那他說什麼 以之 對所有正整數 O O N 這個就叫對所有 這個就叫所有 知道為什麼叫所有嗎 欸你們知道所有的英文叫什麼嗎 我們叫O A L 你知道嗎 我數學符號發明真的是跟英文開頭的關係啊 我們把前面開頭A導過來 就叫 對所有 我是有認真講這件事啊 對所有 O導過來就叫對所有 所以它是所有的英文 你數學系很寫 我們數學系要講它的那個數學起源 要只教那個 有個數字的話 我們再來 走他想說 對所有正整數 是不是有一個直數 他的倍數剛好會跟3的2n加1次方 加上2的n加2次方 這一個剛好會是他的倍數 然後想請問這個直數是多少 直數 直數你知道直數是什麼嗎 235711 379 你可以配到第三位數 你說三位數可以嗎 第一個1公分 第一個1公分 好就出了 呵呵呵呵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直數嘛 那我們要做證明之前 我們得先知道這個直數是誰 哪一個直數 它會是這個直數的倍數 我們要先至少找到一個 所以我們先N代幾 8 來大家 826 16加17 3的N 3的17次方 你來測一次 OK吧 所以我們先1、2先代代看 先觀察 可能是多少 那我們先N等於1 先去觀察 當N等於1的時候 也是得到3 然後呢 用1代2乘以1加1 加上2的1加2 大分多少 算一下 3的3 27 27加8 所以是35 35 欸 35是誰的倍數 你猜成兩個直因數 是不是5跟7 對不對 所以這個直數有可能是5 有可能是7 那你知道是誰嗎 他們不知道 有點答案 不知道哪一個 所以我們還要再怎樣 再去做check 當N等於2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找出來 有可能是誰 5或7 好 那繼續往下找 你說得到N等於2 所以我們看不到兩毛線好一點 當N等於2 一推倒 所以變成3的2乘2加1 加上2的2加2 這真的要慢慢找 有什麼訣竅 先去觀察題目要有的直數 3的5次方加上2的4次方 2的4次方叫16 3的5次方是243 加起來是259 來 請問259會是5的倍數嗎 259會是5的倍數嗎 假賽 那不可能 應該偉數就知道它是0過5 所以我就會猜它是7的倍數 那我們簡單的去做個check 259除以7 7 3 21 49 就是7749 所以它是不是整除於7 對不對 被7所整除 它是7跟37所組成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做證明 那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要證的什麼 這個值數應該會是一個7的倍數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要證的是什麼 就是它是一個7的倍數 然後確定用數學回答器去做證明 那這個前面這兩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好 那 所以剛剛已經說明了 第一個 我們要N等於1的時候成立 那我們不用證N等於1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寫了 所以 N等於1的時候 成立 這個你直接寫就好 成立 因為白什麼 前面的我們已經寫了 再來第二個步驟 我們要假設 當N等於K的時候 也成立 那再說明什麼呢 也就是說 N的地方用K大語寫成 3的2K加1 加上2的K加2 它貴是一個7的倍數 來7的倍數怎麼寫 高級寫吧 其實也還好嘛 它是7的倍數T 那這個T要寫什麼呢 要描述它的範圍 像是整數 可以嗎 你寫正整數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是說實話寫整數比較好 因為 我們很擔心 它可能會出現負數 當然這裡一看到是正整數 但是我們只要寫整數就好了 不需要寫正整數 因為後面可能會有加大經驗 所以我的經驗告訴你 寫整數會比較好 可以嗎 但是這一行 可是後面那為什麼負的啊 對 但是你在算這個過程中 會有加3減減 大家就知道 為什麼會有加3減減 那它是指數的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你在寫的過程中 你也會有一些 比較不好解釋的事情 這時候寫整數就很方便 像負7 這個7的倍數 是 是 它是負1倍 可是 我們有沒有需要還要特別去說明 就不用 整數有條件 不用解釋負的狀況 我們寫接下來 所以 當 n等於k加1的時候 它的形式我們稍微列一下 當 不少個人 當 n等於k加1 那我們把它這個形式寫下 所以這邊 3的2k加1 再加1 再加上2倍的k加1 然後加2 這個 可以嗎 注意喔 我們一定要用到什麼 我們一定要用到前面 一定要用到前面的資訊 所以的話我會建議你把這個狀況整理一下 它是可以寫成 3倍的2k加3 加上2倍的k加2 加3 如何要用到前面 這裡需要一個很暴力的方法 第一次寫一定沒經驗 它要先上測後 有點像配方 我們硬是要用這個 是不是要有2k加1出現 它有2k加3 你可以故意把這裡的加2移下去 變成什麼 看到嗎 9倍的3 2k加1 請問到這邊可以嗎 3的2次方 是不是拿下來就是9 知道會像什麼嗎 你可以把9寫成3的2次方 底數一樣相成4方相加 2加回來就是2k加3 用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9 這是一個蠻高級的小技巧 再來呢 因為我們硬要用這一行 數學非納法要從D N等於k加 N等於k下 推到N等於k加1下 一定要用到這個結論 沒用到全部都是錯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寫這一行 所以這裡我們用先上測後 不要有辦法 我們再括號起來 直接寫 加上2倍的k加2 直接寫2倍的k加2 我這可以這樣寫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才幾個k加2 這個是幾個k加2 真可以把它想成 2乘於2的k加2 你才幾個 你實際上是不是才兩個 可是你現在說它有幾個 是不是有9個 可以這樣嗎 不行 你是不是多算了 所以你要把它 減回來 減幾個 原本兩個 現在你算9個 所以要減掉7個 2k加2 這樣就證明完畢了 想要證明 大家應該已經知道 我已經寫完了 為什麼寫完了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大前提 它叫7的倍數 後面減掉7的倍數 還是7的倍數 後面減掉一個7的倍數 它還是7的倍數 今天怎麼講什麼 因為全部都跟7有關 那你知道為什麼 我這裡要講2整數了嗎 因為這裡還要說明 減掉一個數字 這個比它還要來的效 就是它要多做了一步 就顯0R5 那我們乾脆怎樣 直接說它整數 反正加加減減 就算是負等 也還會是整數倍 你為什麼不知道後面 因為我有經驗 我知道 我沒有解法出現 所以我們以後 你為什麼知道後面 因為大於前面 後面會小於前面 那這樣一樣可以 就要說明嗎 就要再額外去說明 我就覺得很麻煩 這個說明其實 為什麼 為什麼 K加2 你說這個 為什麼你因為這個效果 就是為什麼 這樣寫還是要說明 你 問你喔 如果今天寫正整數的話 那你這裡的數字 如果比前面來的大 那寫出來就是負的 對 寫出來是負的 就跟正整數的敘述不合 所以你要說明 它為什麼會是正的 不是負的 你要講 因為你是解的東西 其實沒有那個指一定會有 你要說明 數學證明所以說 一看就知道 你不能這樣講 你要寫還是要寫個數字 就說明 為什麼有它大 那這樣是不是就顯得很麻煩 所以為了要避免麻煩 所以我在這邊才寫正數 算是一個小技巧 因為整數就夠用了 我們只要說它是倍數 我們沒有說一定要比它大 不是要整整數 它沒有要這麼嚴苛 所以這邊我寫了 它就等於9倍的t 減掉什麼 7乘以2的k加2 對不對 不故意的 因為 因為 這是7t 9乘以7t 這樣子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在這裡寫 唯7的倍數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我們就正著完了 最後 我們還是要把話語句 寫一下 在我們那個最後數學規納法寫的 大家講話 可以嗎 5倍 1 2 然後勒 由數學規納法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得證 對所有正整數 皆成立 對所有的n 屬於正整數皆成立 好 寫到這邊 就是完整的數學規納法 這樣 好不好 幫你操護一下 那真的不會考 我正考講 因為數學規納法 我們現在大考的方向 就是考 它哪個過程 那個過程 或步驟有寫錯 就是這樣 只是要做檢查 現在 會考到這裡了 大概只有你那個時候 斷考的時候才會這樣出 我現在自己不會這樣出 我會考數學規納法 我會考數學規納法 學生什麼時候有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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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的 然後他手寫題 今年要考手寫 然後不跟所有人講 我沒有 我今天就突然會考 他不是五選四也是去年十二 他的考題要先跟大家講 他會考什麼 他一定要先講 沒有人知道 而且五選四也是考前兩三 你覺得什麼 你說五選四 五選四的時候也是這樣 有點忘了 沒有 他的那個不是突然知道 他要做 他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他一定要先跟 每個學校老師開過會 你學老師會參加 教師研討會 大部分都在講 說 我們大考方向 我們要出什麼樣的考題 然後去跟大家 每個老師去看 每個地方的意見 他不是突然的 他一定要開研討會 所以你可以問你學校老師 通常都會去開研討會 不知道每個學校 什麼安排 一個學校 至少要派一個老師 他要去參加 他每個地區的研討會 回來之後把研討會成果 跟那個學校的老師在 在說 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我同學就是這樣 你同學是誰老師 那我同學是東方老師 女中的嗎 對 欸 五個個高中 OK 他是女生 然後他最近 他那個時候 因為他比較慘 那個時候他就比較年輕 跟我們一樣 因為我很年輕嘛 十六歲 所以我們常常都會被 他就常常被去指派到 去參加 因為學校的那個 老屁股老師 你去啊 你去啊 都給菜鳥 菜鳥就一直去參加 然後參加之後 他就很熟 他就很熟 這樣 可以嗎 那如果這個OK齁 我們就把這個講完了齁 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往 台列組合的後面去前進齁 今天要講組合 漂亮喔 不是喔 你是不是在賣桌子啊 我剛才不是把事業出來 你要把事業出來 如果我解了兩次 就不會 那他的恩惠能力 一個分數 幹 不可能 那大家來找我 那大家來找我 那大家來找 那大家來找 各位解決 欸你們那個作業 自己寫如果有問題 可以自己來找我 各位解決 像王俊仁啊 他這問題我都還沒回 都會起來 這一招一定要沒有用 有啦 欸我還是會回 這會回 最近比較忙 沒有最近比較忙 我在密尼一次是兩天 最近比較忙 可以嗎 可以嗎 快點快點快點 快抄快抄 你可以先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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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多 叫什麼叫抄啊 抄完了嗎 抄完了 欸你有抄嗎 抄完了 你看了 我現在來看看 我現在來看看 真的抄完了 這麼厲害嗎 這麼厲害嗎 欸看我以為你鼓勵我欸 這不是真的 剛剛就有分手 那 必須要講一下喔 他這一個 這個地方真的是比較難 很難想到要先上車後 無標 這個技巧是什麼 我一定要用到前提 所以我先把前提寫出來 可是實際上他只有幾個 他只有兩個 我們怎樣 這裡算九次對不對 所以要把多的七個剪掉 他剛好就是這個七個倍數 這個技巧真的是 很像配方法 先上車後補票 那你沒問題 八道八十八夜齁 我們要從八十八夜繼續交 今天只要把組合交完 我們接到現在目標就結束 下一次機率交完 你就可以去摩扣了 下一次怎樣上 沒有吧 我不知道 看禮拜日機率交比較多 禮拜日 禮拜日 幾率是最後一堂課 大概是 幾率 因為排主 上OK 幾率其實還好 因為幾率就是算 分子分不得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先上完嗎 如果我們幾率上完了 我們還可以休息一次 休息一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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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我們休禮拜天 禮拜日要吃完 已經拿摩托 什麼事 Wis政與人不上 不是禮拜天是飲料 加油 夾冰 癡 這個月學 Hugo 枪 就可以拿 就給你了 就腳到了 你就給你 他是不是給我 你拿掉腳 你拿掉腳 兩萬一啊 那你之前還說 一個 tulee 沒有 你印象怎麼知道 你一定沒有腳 真的 因為我學人 Pretad都還沒做耶 你怎麼可能還沒有腳 膝 是啊 然後他就一起給一個什麼一次數 我會去找個屋頭 如果我匯款的金額沒有出現兩萬次就死定了 因為有時候學會繳的文字也不知道屋頭 如果沒有出現兩萬次 你今天是分開匯吧 我就會把你機器抓著然後直接給你 是 你是分開匯吧 分開匯 你敢一聽就算你沒教還想要詐欺 分起分起 好來我來看一下那個組合 組合這邊吼 C其實應該大家都還蠻熟悉的 我們講一下C的意義 我們這一個稍微畫一下你的毛皮 88頁這邊 C耶 C喔 87頁剛才沒講 88頁 87頁講啊 第12題 沒有耶87頁沒講 好玩玩玩 看錯了啦 對不起啦 我還想 每個次都是講C 喔 來 825 沒有想說重複組合交換的 重複排列 重複排列我們這裡第一條沒交 好 希望我們巧端發現 來87耶 他說 將五件不同 然後呢 分給 甲 乙 比丁 四人 我現在要跟你講一個大概的提醒 基本上只要是不同分給不同 再說一次喔 不同的東西分給不同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重複排列 就是次方型 也就是畏權的形態 你幫我寫一下 不同分不同 因為以後還有什麼 相同分不同不同 不同分相同 相同分相同 會很多 可是這一個是最一般 因為每一個都會有畢端 但是不同不同 基本上沒有畢端 它的形式就是什麼 我會覺得 真的要畏權的話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這個不畏權 看你啊 啊我是跟你講啊 很多人只要看不同不同 就可以了 我確定是畏權 我覺得還蠻快的 其他要判斷 那這個直接就可以了 直接用起來 可以啊 那你想記得要從又完的開始想 好 那我們要開始囉 可兼得 來把兼得圈起來 為什麼叫可兼得 他就是在告訴你 絕對是畏權啊 因為甲乙秉町人不同 所以位置不同 它叫排列 可兼得就是可以說什麼 它可以重複的意思 所以它一定是什麼 重複的排列 四方型畏權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題 任一分是什麼 五個人 五個不同的東西 任一分可以加一餅丁 那什麼東西都用完 要先從用完的出發 是什麼東西都用完 我還小啦 來 就是禮物一定要每一個都分下去 加一餅丁 不見得每個人都有一個禮物 但是禮物一定會分完 所以它會是什麼 分完的放在四方 沒分完的放在下方 所以是四的五次方 這是第一小鐵答案 可以介紹嗎 不需要承擔到一些四的五次方 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解釋一次 為什麼是四的五次方 好了 假如有小A小B小C小豬小E 我們從禮物的角度解釋 小A可能分給什麼 甲乙丁丁四人 小B也可能分給甲乙丁丁四人 每一個是不是都可以分給四個人 所以是不是都四四四四四 四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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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所以是不是四的五次方 對不對 很有道理 再來第二小題 接著看 甲恰的一件 甲恰的一件 那恰的一件你要怎麼分 差別沒條 甲恰的一件有多分 甲恰... 還要不用搶 甲恰... 好,幫我們切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把那個 假差的一件的做法有一個我覺得蠻推薦的 就是你可以先給假一件 聽聽看這個假髮對不對,先思考,你要跟著我思考 你可不可以先給假一件 可能我們先從五個禮物裡面選一個給假 你覺得可以嗎? 然後剩下的禮物 這是三個人,剩下四個禮物,然後三個人分 你覺得這個方法對不對? 錯 錯? 要先買 對? 對在哪裡? 聽聽有道理啊 好,哪裡錯 對不起,C51吧 喔,C51 喔,對,我還沒叫C幹 不能用C,不能用C 就是五個裡面我們選一個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剩下就是三個 欸,剩下是四個禮物嗎? 對啊,那個玩家就等於用C去解釋了 沒有啊,就五個選一個啊,所以五種方法 那不是用C的概念 我不管啊,因為你現在很會講C 對啊,你自己講就好了 沒有辦法不知道,你居然沒學 四個剩下的裡面,我們選一個分給三個人 對不對? 對,然後這個五個呢,就是一開始 我們先從五個禮物 五個選一個 好不好 來,你把我試試寫一下 中文的解釋要寫一下喔 要不要你回來,不知道在幹嘛 那這個我會算嗎? 你會算嗎? 我會不會寫完 我都,我都這邊不會 我這邊想說 我怎麼五個變一個喔 五個選一個,怎麼五個變一個 五個禮物先選一個給你假嘛 那他是不是確定至少有一個 而且你恰有一個 懂我意思嗎 哦,恰有一個 好,如果你沒問題齁 我要寫第三題了 请你要小心第二题跟第三题看起来很像,但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来讲一下,听起来像废话 你想想看,第三题有一些小孩,我还会这样写 甲至少得一件,请问如何确定甲至少得一件这件事情 他就说,那很简单啊,我们跟第二题一样,我们先给甲一件 甲乙丙丁 我们先给甲一个礼物,所以就是先从五个礼物有写谁的 先从五个礼物挑一个给甲,请问剩几个? 这剩四个,那剩下的四个给四个人分,请问甲至少得到一个 请问有没有错,有没有错 哎呀,到底有没有错啦? 有没有错,没有错嘛,所以这个答案对不对? 对,错,这个答案很错,错在哪里? 我先讲哦,这个真的很容易弄错,这就是排列组合比较难的地方 这讲的时候,你听下我的逻辑,我们一样先选一个礼物给甲 先给甲,这是错的哦,先甲,之后呢,四个人分,四个剩下的礼物 那种甲也一起来分,那甲是不是一开始已经选了一个礼物 所以它接下来的礼物一定比一多,所以至少一件 听起来完全正确,但是不好意思,你重复的运算很多东西 举个例子哦,你在拿礼物的过程之中有 A,B,C,D,E,五个礼物 有没有可能你第一次拿的时候,甲我先拿到A,然后呢,乙丙丁 有拿到什么呢?甲先拿A,之后呢,四个人跟四个礼物有没有可能拿到B,C,D,E 有没有可能这样?甲先拿到礼物啊,五个先选一个啊,A,B,C,D,E,选一个给甲,它先拿到A 之后呢,四个礼物分给四个人,就每个人分一个,叫B,C,D,E,有没有可能这样?有,这是其中一个 那你去跟另外一个,去比较,另外一种情况,甲乙丙丁 你先拿到B,之后呢,四个礼物,每个人拿一个,叫A,C,D,E 你有没有发现,以甲的角度来看,它的状况有没有不一样? 你先拿到B,跟先拿到A,跟先拿到A,跟再拿到B,请问有不一样吗?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不一样? 靠腰,我就是拿到A跟B嘛,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两个情况处是什么?四座相同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给甲超四个人再去分,是不行的,这是错误的 原因就是因为什么?这两个是一样的,可是你把它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不一样的来算,所以这是错的 这是排列组合比较难的地方 那如果今天甲至少一件,不能这样子算,那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要反过来,去用Code 这样去用Code才不会算错 这个要写哦,这是错的哦,你要知道错是哪里哦 那我们要怎么写呢?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拿全部的方法数写掉什么? 因为甲至少要一个,它的反例是什么? 是甲什么都没有拿到,知道要讲什么吗?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甲至少一 它的反例就是,全部的方法数减掉什么? 甲一个都没拿嘛 那全部的方法去第一集算,就是要四的五次方 那甲一个都没拿,就是什么? 是所有的五个礼物三个人分掉,所以叫三的五次方 可以接受吗? 我只是写式子哦,因为算出来就是很简单的哦 五个礼物四的三的分 五个五三的分 这个有没有听懂? 先拿A在BZ注意,跟先拿BAC注意 其实这个就是一样的嘛 有点假,就是拿AB啊 你假拿AB拿BA,我们根本不在意 我们只在意你拿到了什么礼物,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所以它是视作相同,这是错误的写道 很多初学者在写排除的时候,有时候就错这个 为什么会错? 因为它,这里少出于二 所以有时候会多成二多除二 就是因为你,到底也没有算重复 你有时候分辨不出来 所以排除那个时候学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去讨论 可以接受吗? 好,这是比较难的地方 幸好,还蛮有跟我们讲,要帮我们这一题也讲过 两次 好,来,接下来我们都可以上组合了 1,2,3,4,5,6,7 你看,7题讲完就恰克啊 然后7题会再各补充两题 14题讲完就恰克啊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哇,是出 不要 讲啊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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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平时的攻击 那是,差点的 没有那个啊 好,差点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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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接下来看到88页 88页 这里的C,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已经耳熟能响了 可以吗? 耳熟能响 耳熟能响,要什么耳朵能响 看 哇,你的中文真的很强 好不好 C 它是从相应 你要去注意它的定义哦 从不同的东西取人件 N个不同 取人件 这个是相应 注意哦 东西是不一样的 相同的话 你不是用C 是相应的 去用C 举个例子 什么东西相应 我最常用C 取球啊 取球啊 红 白 你看 看见很像 蓝 蓝白两颗球 请问 你一次取一颗球 有几种可能性 是不是两种 哪两种 要嘛取白 要嘛取蓝 所以就要C 2取1 答案是2 可以嘛 有两种方法 两颗球抽一颗 两颗不同的球 抽一颗 这叫相应取球 可以接受吗 取球最常用 好,那 我们要从第一次开始讲 为什么要学C呢 因为它是组合 只在意什么 只在意组成的分子 我们不在意持续C 举个例子吧 你还记得吗 然后变模式 突然 突然用变模式 看一颗不合的变模式 来 A B C 三个人排列 请问 答案几种 G个 三个人排列都知道 有几个 六个 八个 所以就是 A B C A C B 然后呢 B A C B C A 还有什么 C A B C B A 所以有六种方法数 这六种方法数 就是批三举三 可以吗 我还知道 它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写成 三阶除以什么 三减三阶 这样子可以吗 三阶除以三阶三阶 答案是 三乘二乘一 等于六 对不对 这些都是它的表达方式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C就是什么 不在意它的排序 不在意它的排序 我们只在意 到底有谁出现 举个名字吧 P33可能分不出来 P33有点太 我想想看 P33我怕你看不懂你的干嘛 我们写P32好了 不好意思 这样子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P32 P32 就是三个人里面我选两个人出来 方法数也是六 我写一下 三个人 打三个人 A B C 取 取两个 所以是 A B 或者是 B A 还有什么 C B C A 还有什么 B C 还有什么 A C A B A B A B A C B C C A C B 可以吗 到底还是有六个吗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公司有形象 三接除以什么 3-2接 答案是6 那现在呢 我们只在意什么 只在意抽出来的人 我们不在意次序 什么意思 就是 A B跟 B A 我们是做什么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有这两个人被我们选出来的 C就只在意 你有没有选到他 他不在意 谁先谁后 所以不需要排列 所以你会发现 贼一个 跟贼一个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呢 A C跟 C A 也是一样的 就是有A有C嘛 然后 B C呢 就是有B 有C 跟C B也相同 所以是变成只有 三个人 所以如果今天 他用组合来表示 只在意组成分子 就是C3取2 他的答案就是等于3 可以吗 那原本是6怎么变成3的 是不是就是换位子 怎样 我们不在意他的持续 所以他的定义就是什么 3接除以2接 3接除以3-2接 这是原本的什么 这是原本的排列数 现在呢 这两个换位子 我们看不出来 所以再除掉 他的组合数 也就是除以2接 这是他多的地方 上施对调性 为什么要到上次对调性 因为我们BA跟AB 我们已经在持续了 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 让你感受一下 举个例子 假如今天呢 我们班上 选班长、副班长跟风际 我们班 呃 选三个人 班长 跟副班长 还有什么 风际 选三个股长出来 然后我们班有三十个人 请问方法术是用P还是用C 用P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一个人 谁当班长 谁当副班长 谁当风际 感觉不太一样嘛 班长搞不好吃大便 风际搞不好抬便当 然后 副班长 诶 副班长知道吗 吃大便 哦 可能帮班长吃他大便 然后随便打 他们都有各自的职务要做 所以呢 你的排列数很重要 谁选出来当班长 副班长风际 不同 所以我们是从三十个人里面 选三人 次序重要 所以 他的答案是什么 三十乘二九乘二八 可以吗 好 长这样 但如果今天呢 你选三个什么 指日生 请问谁选出来有重要吗 一个都不重要 假如今天我们选三个人抬便当 请问谁先选出来有重要吗 我们先选永恩前 再选王元聪 之后再选俊人 有差吗 有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C 写成三十取三 可以吗 要不要排列 要不要处合 是决定他的次序 如果次序不重要 我们就怎样 到最后我们会把它排列数除掉 所以就变成三九二 三十二九二八 再除以什么 三个人对照次序没差 所以再除以三解 可以吗 然后就这样 那你说这两个好像跟公式有差 有差 那我们只要把三十二九二八 再写回原本的公式就可以了 写成三十接 可是怎样 后面的二十七 是不是我全都不要 所以是三十减掉三接 然后再除以三接 是不是就是什么 除掉一到二十七 都在相乘 就会变成这个式子 OK吗 讲公式的时候都很讨厌 因为这个直接写就好了 好来 我们看引导范例三 引导范例三 一番的组合 这里的范例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很快速写完 我们补充那几个 还行吗 来引导范例十三 你现在应该不断问自己 次序多么重要 第一节到第十节车厢 请问要指定其中三节可以吸烟 请问 车厢每个长得一样吗 车厢一样吗 我跟你讲 车厢一样 你问我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可是大家的故事就是 车厢都一样 你知道在讲什么吗 因为有些人就说 刚刚搞不好车厢 他有画的彩绘 每一节看讲不看讲统 我知道 一定有这些 把他塞绘想过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都视作想统 没有特别讲说不同 就是视作想统 除非是什么 像人啊 房间啊 可以讲你要视作不同 可以吗 车厢我们视作相同 那要选其中三个 你是不是不在意秩序 你可以在意哪三个人被选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用C 从十节车厢里面 十节 选出其中的什么 三节车厢 所以它叫C十取三 这个要会算哦 这个要会算哦 我带你算一次 你可以用公式 写成什么 十节 除以十减三节 最后呢 上司对调性 除以三节 但你会发现 这样很麻烦 等你写熟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哦那我知道写什么 十九八 因为这两个约分管 是不是十九八 刚好写前面三个 之后呢 再除以三节 再除以三二一 几位所谓 写的熟 之后就写这样 可以吗 再除以对调性 你就想嘛 它其实就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P十取三 它这三个人 三个位置排列 这三个车截排列 我不在意 我只在意我能选 所以除以三节 这样子可以接受吗 所以你会发现 哦就十九八 只有再除三和一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约分约约 之后就会有 答案哦 三跟三 二跟八 就是四 所以大概一百二十 所以第一小题 好 再来第二 乘一 可吸烟不相衔接 有几种方法 什么叫不相衔接 就是不要连在一起 就是吸烟的车厢 一定要一二三四 这种连在一起的车截 所以呢 我们要用什么 插入法 我讲过 分开就用插 可以吗 所以使用插入 插入 插入 我们用侵入性的方法 去做这一题 插入法 侵入四年 更新的 你要插本算 好 那我们来看插入 可吸烟 它有三节车厢 所以我的做法是什么 我先把 那个吸烟车厢 我用三个蓝点点画出来 那剩下几节车厢 剩七个车厢 可以接受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车厢 请问有几个间隔 来 翻翻 几个间隔 七个车厢几个间隔 八 对 答对了 没错没错 八个间隔 前后也算哦 所以是不是有八个位置可以插入 可以接受吗 那八个位置里面 你是不是只要选出其中三个 然后怎样 把吸烟的车厢怎样放进去即可 可以接受吗 所以答案就是什么 八个间隔 图要画 可能会忘记 八个间隔里面 取出三个吸烟车厢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 我写一次给你看 假如今天呢 我们选的是这三个车厢 我随便写 那你能发现 选出这三个车厢之后 车截就可以依序 从一写到十 直接把它写完 什么意思啊 我来写这个给你看 假如我们选的 这一个车厢就代表它是一 这一个就是二 因为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车厢 这个没选呢 就不要理它 三四 啊这个有选 五在这边 然后六七 这个有选 八 九 十 是不是刚好可以排完十节车厢 对不对 依序一到十 就这样排完了 八个间隔去三个吸烟车厢 如果你选其他三个 你会有一样的排序吗 你可以再试试看 你也可以排出一个做法 好不好 好 这是我们的 车厢的排序 这个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补充一题 有点小叉 来我们补充在定题十三的旁边 那你那个可以操完 你把它操好 一到二十 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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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准备 哪个需要 數跑從一到二十之中隨便挑戰的時候 第一個方法 然後二偶一機 請問有幾種方法 第二個 三數叫形成等差 有幾種方法 那當然啊 最難的一定是第二題 因為第二題叫成等差 等差可以相隔一 可以相隔二 可以相隔 可以三 你知道這樣說嗎 所以它的答案可能會有很多組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有細節去分析 所以這一題最難的就是第二題 大家也感覺得出來 可以嗎 那我順便教一下這一題的方法 首先相亦數去做選曲 我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 C 因為C就是從相亦去選 對不對 那為什麼用C還有第二個變形 因為它不在意次序 你選一二三跟三二一 我看起來就是什麼 你一二三這三數字都有選 所以絕對是用C去選 可以嗎 再來二偶一機 怎麼確定自己選出來的是二偶一機 所以我會先分類 基數的一類 偶數的一類 那我們先寫囉 所以它的方法是這樣 寫它 第一個我們先分類 分成基數類跟偶數類 基數類有誰 是不是一 三 五 一直到十 一 十二 才十九 然後偶數類呢 是不是 二 四 六 零零點 一直到二十 總共各有十個 你同意嗎 就是各有十個 對吧 因為剛好二十個 那要兩個偶數 一個基數 所以是不是先從十個偶數裡面 挑選出兩個偶數 之後呢 再從十個基數裡面 挑選出一個基數 好這就是第一題 可以接受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欸那為什麼 是用成的 而不是用加的呢 因為它是一個連續事件 你選完兩個偶數之後 請問你要不要選基數 有啊 你不可能選完偶數跟基數 同一個時間發生 因為 加法原理是什麼 同一個時間 你要選偶數跟基數 你要做選擇 所以方法是用想加 可是我們選完偶數 要接著選基數 它是一個連續事件 用成法 是用想成的 可以嗎 就這樣 好 這是第一題 再來第二題 第二題就比較難 好了嗎 來假如呢 今天齁 在講第二題之前 我們先給你個sense 什麼叫形成 欸我寫對差 是等差 寫錯字了 是等差齁 等差 我剛剛應該是講等差 不好意思 等差 那我們成要確定它是等差 像看齁 假如三數ABC乘等差 那它有個性質齁 我們之前在數列的時候有哭泣 就是什麼 A加C除以2次 等差中向等於B 也可以說明 A加C頭尾相加會等於2B 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中間相 是不是會等於 它中間相兩倍等於手加 後 等差中向 那這一個就在說 欸 你選出來這兩個數字 它要是什麼 要是一個2的倍數 選出來要是一個2的倍數 請問如何選兩個數字 相加是一個2的倍數 選兩個數字 加起來是2的倍數 有機種可能性 有兩個 偶數加偶數 雞數加雞數 懂我意思嗎 證明說這樣嗎 所以它要選的其實是什麼 雞雞 沒有變態 我先講雞雞齁 不會啦 看雞加雞 就雞雞 要看怎樣 還有或者是什麼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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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一下我答應 可以嗎 雞加雞或偶爾 那 我們舉個例子 讓你感受一下 什麼叫雞加雞 會對 今天假如我們選兩個 基數相加 我們基數可以選誰 來找兩個基數 來選兩個 一到二次選兩個 隨便 11 可以 你看 假如今天我們先選定 11、13兩個基數 請問 它是不是自動就決定了 中間只能是誰 中間是不是只能是12 是不是形成1的等差 只要決定了前後兩個基數 或是決定前後兩個偶數 來 請問 舉一到二十隨便兩個偶數 等差一定要是分數 可以是分數 不行啊 隨便舉兩個 隨便舉兩個偶數在一到二十之間 二跟四 二跟四 太簡單了啦 十八跟二十 十八跟二十 好像很難一樣 這十八跟二十 十八跟二十 太簡單了 十八跟二十 親愛的 十八跟二十 我們決定前後兩個偶數 這是偶偶 決定前後兩個偶數 中間是不是自動就決定 叫多少 這只能是十九 有沒有發現 它又形成了等差 我舉兩個難一點 這個太簡單了 基數三跟多少 三跟十九 來三跟十九 請問中間是誰 沒感動出來 是不是三加十九 除以二 是不是十一 所以你會發現 基數只要決定前後兩個基數 中間向自動被決定 一定會形成等差 所以你只要找到兩個基 或是兩個偶 是不是就會達成我們的題目所求 形成等差 變中間向相加除以二 十九為一值 你說真的嗎 那我找一基有 那我找一個基數 再找一個偶數 再找一個偶數 三加六除以二 是不是變二分之九 會形成等差嗎 會 但是它是正整數嗎 就不是 所以我們一般的等差 不包含分數性 所以不能這樣子寫 可以接受嗎 好 願意選定的三億相數 來看看 三相一是五 三相 選定的三個數字 都是正整數 所以你要分數的等差 是不可能存在的 這是它提供的慢點 那基加基怎麼寫 很簡單 就是十個基數裡面 挑選出兩個 那偶加偶呢 十個偶數裡面 挑選出兩個 好來問你 中間相加還是相乘 是相加偶 為什麼 因為你要買GG 要買偶偶 你可以GG偶偶嗎 不行 我們是基數基數 或者是偶數偶數 同一個時間 你決定一個方法數 我們是相加 可以接受嗎 好 這是我們補充的一個 比較難的 這樣是90 這樣 這樣怎麼了嗎 我算78 所以算錯了 三小 阿不是找公差最大上限值 然後才會退 對啊 你一定有推錯 你這樣一個一個推 一定會推 我很認真講 一定會推錯 為什麼 1到20 最大公差是6嗎 對 對 然後大家去找 所以大家去找 1 8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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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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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 9 9 9 10 1 中間是自然決定,我把這個擦掉囉 來,等你一下,看看 你這個方法一定是對的 有一些人,他是怎麼做 有些人是說,那竟然是等差 那我們就從等差1等差2等差3等差4,這樣一個一個算 但事實上這樣算蠻多次的 會比較累,而且比較容易算錯,要小心 好,再來我要講這個,第89頁 有一個店家 他幾層叫他第一 2,3,4,2,2,4,6 4,4,6 欸潘潘 潘潘 你們學校的獎益是用哪一個啊 就用這個啊 就用這個啊 那你,你都有寫嗎 有啊 假賽,你剛剛吃一夜2秒欸 沒有,我是想的思考 喔 喔 你剛剛好難學 我沒有,我真的覺得比較困難 思考 思考 欸,你這本要寫完喔 那你學校的另外一本,還有另外一本嗎 沒有啊 就只有這本 那你做計畫要寫喔 你要選兩本的話,全部寫完 我知道 你一定要選哪本 我跟你講,你就算不寫這本,我覺得都ok 你可以上課聽一聽,然後寫另外一本,我覺得都ok 但是你一定要挑兩本,題目全部寫完 這是最低要求 如果你寫三本,我跟你講 那你太有夢想了 我是覺得做不到 因為我覺得完整的寫三本真的太累了 那因為其他課時間就會跟大家說 所以我最好我建議就是找兩本,完整寫完 然後其中一本要包含理解 這麼簡單 至少要找到這個,好不好 好,接下來我們講這題 他要找什麼 找正方形以及矩形 好,我跟你講這一題 幹嘛,笑什麼 不像正方形嗎 他每一小個都正方形 看得出來吧 他有幾個正方形 我現在要抱住你 正方形的找法就是一個一個找 但你不是找一個兩個 我們是有系統性的分析 我們從最小的開始找 我們最小是誰 這是編長一乘一的,可以嗎 所以一乘一的有幾個 是不是有四乘六 總共有二十四個 這是個數 這是個數 我跟你講喔 你去找正方形 因為正方形只能一個一個數 所以你不能亂數 你要有系統性的數 再來我會找編長 二乘二的正方形 因為刻意發現我會把這個乘數寫出來 或者不是直接寫答案 我會告訴你一個小小的tips 像這個二乘二 這裡是一個 然後再推完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數到這邊是剛好五個 然後幾層 一層 兩層 三層 所以這次會變成 三乘於五 有發現規律嗎 減一 有發現嗎 2乘2 三乘 每一乘有五個 就是三乘五 那你大概猜 下一個是多少 二乘四 為什麼會知道 它一定有規律 今天一定要注意到 這個有規律的性質 三乘三的有幾個 擴大了嗎 三乘三 一二三 四 是不是寫除到四就沒了 因為最後一個就已經三乘三 然後幾層 一乘 兩乘 所以是不是會變成 二乘四 很明顯啊 四三二六五四 最後已經是一乘了 一乘三 所以四乘四 四乘四 一 二 三 是不是三個 解除了嗎 這二個是不是 所以就是一乘三 解除了嗎 好 那這一些加起來 就是我們的答案 它是有規律的 為什麼我要講 有規律這件事 假如今天它考 99 乘以100 你也可以推出這個規律 有了規律 你就可以寫Sigma 這一題需要寫Sigma 當然有 但我故意寫一次給你看 它可以寫成什麼 Sigma的 K 從 1到 4 然後呢 K 乘以K 加2 你同意嗎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Sigma的方式去算它的方塊個數 之後還講什麼嗎 這一題簡單 當然不需要 但如果今天 它是99 乘以103的草包琴呢 同樣方法 你一樣可以算這個方式的個數 用Sigma的方式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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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懂 那再來 這一題當然跟C沒有關係 那我要講的主要是 第二題 長方形 也就是矩形那一題 差異跟C有關 差異跟C有關 來講一下矩形 矩形是什麼 矩形是什麼 有其他顏色的 哦 原來窮到沒有 還蠻疲對用的 因為一下盒子給你按什麼 它每個都爆開 才不太想快 好啦 矩形怎麼做 我看到了 巨星 它的構成條件是什麼 要有上面跟下面還有左邊跟右邊 我在講一次 矩形的構成條件是什麼 要有上面跟下面還有左邊跟右邊 聽得懂嗎 那要怎麼找 很簡單 你看 我們先過來上下 上下 是不是由這幾條線所決定的 是不是有五條線 我們隨便選兩條 是不是就會有上跟下 聽得懂 我來講什麼 所以 第二題是這樣子的 我們先從五條裡面 決定上下的連接 五條要選幾條 要選兩條 順序就不重要 你選一跟選四跟選四 跟選一重要嗎 不重要 所以使用c 好再來咧 有上下就會有什麼 左右 好來囉 1234567 從七條左右裡面 我也要決定兩條當作它的連接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 我們選一個給你看 假如今天我們選定 這兩條為它的上下 可以嗎 然後咧 左右決定是這個 它會畫出唯一的矩形 上面邊界在這 下面邊界在這 左邊跟右邊的邊界 就是會形成一個恰巧長方形 長這樣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矩形的矩法 那我們是在講這 我們決定的是什麼 決定矩形的邊界 決定矩形的邊界 幹多少 2 我只有吃一半的 我幹我又完整 我吃你剩下的 好 這題答案 幫你算一下吧 5乘4 對吧 p是5乘4 然後除以2結 上式對照性 乘什麼呢 7乘6 之後除以2 2 答案 210 那你算一下有沒有問題喔 210 他有沒有寫答案 是嗎 我們有寫答案嗎 算嗎 是嗎 那個上面那個第二題 給我寫一下嗎 那個類題2 其實跟你講那類題1 2 3 我們就不知道講才對啦 因為他 他有他的難度 7點 看我屁事喔 那個類題 類題1是好 那類題1是好想講喔 類題 我跟妳講 下面那個類題1 2 3 你等一下不會寫的 一定要來找我 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那類題1 2 3 非常重要 尤其是類題1 打新考天題一定要寫 89頁類1 你一定要寫 那個貢獻不貢獻 太重要了 請你一定要回去做做看 好不好 再來齁 這一個講義的這個編排 比較不一樣 這個講義的編排 他把那個巴斯卡電影 放在了我們的巴斯卡頁這邊 巴斯卡 對 巴斯卡 不是巴斯卡 巴斯卡定理 那巴斯卡定理其實是一個 就是為了考試而存在的東西 所以為了考試而存在的東西 巴斯卡是一個等式嗎 對 巴斯卡 就是一個數學教 他不是那個 他跟巴斯卡三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叫巴斯卡定理 那這一個公式呢 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簡單講一下 然後告訴你還有什麼 我可以插掉了嗎 可以插了嗎 很滿意 那這一個 我是建議你先聽我怎麼說 不要抄 先聽懂 因為這個聽懂很重要 他的公式 我先抄他的 他是說 Cn-1取 對 取n-0 然後呢 加上 Cn-1取n 會變成Cn取n 什麼意思呢 來請你觀察 上面兩個所取的像是一樣的時候 最後加起來會多1加1 下面呢 m-1跟n 差1嘛 然後呢 我們取 給大家看的 上面加1 下面取大 這是他的做法 請問好記嗎 不好記 什麼時候使用 我們寫一個 使用時機給他 像什麼 C5取2 然後我們加上 C5取3 去觀察 是不是上面一樣 然後呢 下面是不是相差1 所以就變成 上面加1 變6 下面取大 所以就用C63 他可以把兩個組合合併 成一個新的組合數 可以接受嗎 這個被這個你不會記住 不會 所以我們要教你一個輔助的例子 而且這個例子 其實就是他的原理 看好了 來 給文件你聽他 我們舉個例子 假如今天 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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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一下他的標準眼鏡 鐵頭 剛好有複雜 假如今天鐵頭 到了35歲 要36歲 對 然後呢 他現在最進去的是什麼 女朋友 他要相親 因為他爸媽媽怎麼可能逼他 所以他要開始相親 那開始相親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介紹什麼 越南新娘 對他 所以呢 鐵頭有一天 他去仲介 去仲介那邊 找一個老保 他說 是不是老保 仲介幫你叫老保 知道什麼 反正是仲介 過來過來 去找一個仲介的人 說我要取越南新娘 那越南新娘有幾個 總共有八個越南新娘 給你選 好爽 然後呢 我們的選法是這樣 我們先從八個裡面 先選三個人出來 然後進入下一個階段 然後一對一個面談 知道怎樣 就可以看要不要適合結婚這樣 那我要先從八個裡面 選三個 可以接受嗎 所以最終目標是 八個裡面選三個 可是 我後來發現 欸 這八個人裡面 有一個是章魚假扮 就是有一個老師啦 假扮 欸 那你就會發現 所選的方法數有兩種情況 一種叫有章魚 一種叫什麼 沒有章魚 那你去思考一下嘛 假如今天你去選 結果已經不小心發現 有一個是章魚 在有章魚的前提底下 你還要從剩下的人裡面 選幾個人 出來 就是從七個人裡面 選兩個人出來 進入下一個人面試 因為有一個是章魚啦 對不對 就是從剩下的七人裡面 再選兩個人出來 再選兩個人出來 然後再選兩個 運南信仰跟章魚配成一隊 然後自己不小心 管我們面試 對不對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什麼 欸 你好巧喔 你的選法裡面 沒有選到章魚 那就意味著 你要從七個剩下的 運南信仰裡面 選幾個人出來 進入第一 二輪 就是三個 可以接受嗎 再講一次喔 原本要從八個人裡面 選三個 越南信仰 那我從另外一個 觀測者的角度 發現了 欸 章魚也衝進那個 會場裡面想要當 越南信仰可以接頭選 那有兩種情況啊 要嘛選到章魚 要嘛沒選到章魚 有選到章魚的方法 是不是從七個剩下的 越南信仰裡面 再選兩個 是不是就有三個人了 對不對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是什麼 你選越南信仰 沒有選到章魚 那就代表 你要從七個越南信仰裡面 選出三個人出來 可以接受嗎 那 是不是加起來就要等於C83 因為要嘛有章魚 要嘛沒章魚 你的選法要嘛有 要嘛沒有 合起來就是全部的方法數 所以你就會得到 C7取2 加上C7取3 會等於C8取3 就是巴斯卡分析 上面一樣加1 下面2跟3 差1取大 可以接受嗎 所以巴斯卡公事實是什麼 一個物件的選法 可能C8取3 八個女生裡面 選三個人出來 然後我從一個 新的觀測者角度 然後呢 把它分成兩種情況 要嘛有誰 要嘛沒誰 分成二分法 加起來就會變成 原本的方法數 所以它是一個 本來就會發生的事情 你可以背它 也可以自己舉一個例子 自己舉一看 像什麼 泡片有沒有加胡椒包 之類的 隨便很多 或是有人結 有沒有女朋友之類的 那有一個人是什麼 王俊成假扮的 可以隨便舉一個例子 很多 你舉一個例子 你能舉通 那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可以接受嗎 好 那你看一下巴斯卡公事 然後呢 把這個例子抄上去 然後最後一定要寫的一句話是什麼 上面加1下面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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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講完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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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這邊 我們短暫的休息一下 上面加1下面取大 這很重要 不要我阿嬤 哇 真的很煩耶 他怎麼一直都很煩 好 講完 馬上有個巴斯卡 蠻可惜的 我等一下廣告後回來 講個巴斯卡的題目 組合獎完一起講 好來 我們休息一下 好去吃上來 好去吃上來 收集 那今天可以上到9點 我想看 我想看 我想看的 在走 欸 真的是不吃茄子耶 可以吃吃